注意看这个世界被人批成了两半 里面的玩家被迫分居两地 而一切都是由眼前的这个男人 兔头哥引起的 原来就在几年前 兔头哥加入了这个服务器 还要和他们一起玩 但服务器成员 却要求兔头哥先完成落地挑战 然后确实兔头哥还没有准备好 就把他用拳给打了 像兔头哥能成功的活下来吗 现在视频内在我们立马就讲 只见兔头哥Dream副节 落地脚手架 毫发无伤 不过兔头哥很快发现 这个地方是一个无限陷阱 他被随友给坑了 他当即决定报复回来 但是自己只有一颗星 要怎么灭对这么多人呢 兔头哥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他跑到随友的家里 也用了一点点的天体 制造出了自动轰炸机 当随友们再次上线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被炸成了两半 分居左右两次的玩家 开始 拿他一并最终引发了战队 而兔头哥就这样看着他们 直到所有人都复活到陷阱中 等待兔头哥的报复